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使用Excel来处理双因子编译术分析 这个是无交互的部分 那么我们要再教各位同学Excel的如何操作 当然我们要准备一个立体 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个不会交错影响的一个做法 让各位同学稍微复习一下 在这个双因子的ANOVA的一个问题之中 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一个因子A 还有一个因子B 那么横的部分叫做 这是B因子的影响 再来就是A因子的影响 然后我们要去比较 因子A是不是有什么显著的差异 要不就是因子B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来做做看一个练习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用Excel 跟各位同学做验证 假设工厂有四台机器 这是机器 然后我们也给各位同学 这资料都准备好了 就总和跟平均都算好了 那么再来就是第二个因子 就是人的因子 人的操作会不会影响到产量 那么我们做的检定的话呢 这个地方在前面都是一个相同的立体 那么为了减轻同学的学习的负担 我们就再算一次 让各位同学仔细的看 SST就是每个都要考虑到 然后去到这个总平均的这个距离 这个全部算一遍 一共有12笔资料 因为它考虑到52 源自于它自己本身的 自己算的 所以我们自由度降一 再过来是SSA SSA的差异 看看如何 52 49 54 53 52 49 54 53 距离这个52 因为52它代表的是三个 它的权重有三个 所以这个地方要乘三 因为每个都是三倍 所以我们全部乘上三倍 那么这个地方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四笔 再扣掉 本身的这个 它是源自这四笔里面 跟它是一个线性关系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是 4减1是3 SSB 从这边看过来 1 2 3 所以这个地方 49 58 49 49 58 49 这个地方有几笔 1 2 3 4 因为它的自由度 是这有三笔的话 自由度就减1 就变成2 那么 SS1就不用算了 因为我们可以用 T的 total的减掉A的部分 再减掉B的部分 我们就算出来了 那么自由度 可以用23得6 也可以用 11减3减2 算出来 好 那么我们 这些资料做好以后 这是手算的 手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要建立一个 ANOVA的一个表 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 容易一点 现在ANOVA表的话呢 把这个资料 来摆着 SST是446 这个是SSA 是42 再看这里 SSB是几 216 那SSE就知道了 是多少 188 我们再把自由度 填下去 11 3 2 6 3 2 6 军方就是 相处 这个相处 这个也是相处 那么F值是谁呢 F值全部都跟这个有关系 是14除以31 这个是14除以31.33的 31.33 那这个呢 这是108 除以31.33 这个算出来 如果说它比较大 表示 这边的 这个区域的话呢 它的可能的 差异性 就会比较大 我们要找出临界值 找临界值 那么 要看什么呢 看它的自由度 这是 自由度是36 那我们就 三根6 所以是4.76 在这边 再过来呢 二根6 二六 五点14 现在我们看 这里 这个比这个小 这个都比这个小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 我们就可以下结论了 没有显著差异 机器 看不出来 有什么显著的差异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 操作员平均的产量 有显著差异吗 没有办法 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拒绝H0 它是相同的 好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用 千辛万苦算出来的 这个结果 那么 等一下 我就要用Excel来操作 操作同样的这一题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 现在我们开启Excel 然后把刚才那个题目 那些数值的话 把它复制以后 贴在Excel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title 这是1234 这个甲乙饼 这个一定要跟着带过来 如果没有带过来的话 他们内建的资料 会把这个第一行 都当作了我们的title 这样的话 我们的结果会错误 所以整个要一起带过来 那这个资料 带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准备 要进行的是 一个资料的分析 那我们就点资料 我们发现 这里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表示我们的资料的 分析工具箱 没有开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进行了 一个开启的动作 我们在这个 这个空白的位置 我们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 自定功能区 那么我们点下去 那么这边的话 一大堆的资料 我们选什么呢 选增议集 增议集这里面 来一个分析工具箱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点分析工具箱 然后再来进行执行 执行了以后 这边有好几个选项 有欧元货币啦 规划球解增议集 分析工具箱VBA 我们就点这个 最简单的 最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好 我们点确定 我们确定了以后 这边就出现了 一个什么呢 资料分析 那么我们就可以 开始进行了资料的分析了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注意点资料 从此以后 我们的资料 就可以有资料分析的 这个功能了 我们点了资料分析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对话框 这边啊 里面的话 我们要选什么呢 这是有双因子 1234跟甲乙柄的双因子的 有没有重复试验呢 没有 无重复试验 双因子变数 编试数分析 我们点选这个 按确定 确定了以后 它就要我们输入范围 各位同学要记得 这个范围 一定要整个范围 包含的是Title 所以我们这边点下去 这边就用拉的 一框了进去以后 就可以了 再点下去 让它出来 好 我们标记 没关系 输出范围是新工作表 不要紧 那么我们确定 按确定之后 所有资料全部都出来了 那么各位同学看到这个资料 来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前面这一部分 无重复试验 这个地方甲乙柄 有个数有四个 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个表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叙述统计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 ANOVA表 这个ANOVA表的话 这边有列的 就是横的 这边是蓝是直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B 这是我们的A 那么这是SSE 这个地方的话 要注意这边SSE 总和是SST的这边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的ANOVA表 ANOVA表的话 我们在后面 我们可以用手算 当然用Excel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Excel输出的 那右边这一部分 是我们刚刚用手算的 处理A处理B跟残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左边这个输出的 它已经把我们的 这是叙述统计的部分 那么这边我解释一下 无重复试验 这部分来说 指的就是 我们没有考虑到 交互影响 那没有考虑交互影响 我们就是无重复试验 那如果有重复试验的话 那个地方 我们的每笔资料的话 就可能就会不止 这个地方是无重复试验 甲的话摘要 甲是有四个个数 总和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这边我们的资料 都是从这边可以得到 变异数他也帮我们算好了 那么 一二三四是 第一个机器 第二个机器 第三个机器 第四个机器 一共有三笔资料 三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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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和是在这边 那么平均数 也帮我们算好了 编译数 都帮我们算好了 叙述统计的部分 我们有了 但是主要 我们要看这边 好 这个地方来说 列 它是先算 列 再算 蓝 就是 横的部分 横的部分 指的是处理B 这边是216 你们看到没有 216 这边是216 它是先写B 然后这个地方42 这是A的部分 再过来 Arom的话呢 是指的SSE SSE残差的部分 188 这边跟我们一样 Total呢 一样 完全一样 这我们计算出来的 自由度 这边 因为它这边是先写B 所以我们把它换下去 23611 23611 没有问题 军方当然都没有问题 108在上面 14在中间 31.33 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 我们没有去设定 它的小数有多少位 它就自动给我们设定的比较多 F值也帮我们算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P值 我们是直接用临界值来比 那么用P值是很方便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比 那么临界值是在这边 好 临界值在这边 那么我们的值的话呢 如果是在红线的部分 表示是超过临界值 那这边就是结论 那这边就是结论 显著 如果是在白色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就是结论不显著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的话呢 用P值的方法 因为F0这个位置是多少 这边我们是假设是0.05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显著水准用0.05来做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P值的意思就是 这个的F值的落点 落点的话呢 这边P是多少 这一块的面积是多少 如果这块的面积是小于0.05 它代表的是它的落点很右边 如果它大于0.05 就是代表的是比较靠左边 所以超过0.05以上的 那就是代表的是结论不显著 用P值来看会很简单 这个地方只要比0.05还小 那就是显著 如果说它是大于0.05 就是不显著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Excel来操作 这个无交互作用的双因子 编一书分析 那么其实在计算很繁复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使用套装软体 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那么Excel的话呢 在这一方面来说 用起来还算还不错 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这一方面的双因子 就是比较适合的 双因子